世界受益師大會成立已有100多年歷史 每年舉辦的國家都不同 明年將會在台灣舉辦 本次哈蟲小學堂請到這次出席的代表 受益師工會理事長譚大倫 和我們談談世界受益師大會 我是中華民國受益師工會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長 我叫譚大倫 世界受益師大會其實是一個 國際上面的唯一的受益師組織 是全球的受益師組織 它的涵蓋包含小動物 經濟動物 跟野生動物 跟實驗動物都在這裡 它會跟其他的一些組織做連結 譬如說WHO 然後OIE 我覺得我們大概也會討論到 有關動物福利的部分 One World One Health大概也會討論這個部分 然後講小動物的疾病的部分 然後剩下的就是實驗動物跟雞雞動物 其實我覺得疫情這件事情來講 以小動物而言的話 我們看到其實是主人更關係他的動物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既然看到很多的主人 可能以前平常在忙的是在辦公或在家裡 都不在家裡面 那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可能跟他的動物之間連結的越來越親密 所以他越來越照顧他的動物 可能越來越想去了解他的動物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樣對於動物來講是個好事 大部分的流浪動物 其實我們按照研究出來的話 其實九成是流浪狗生流浪狗出來的部分 那大概是一成是被人放出去的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放掉 他自己養的寵物 那第二部分是還是要加強結紮 政府如果說能夠有效率的 一次把這些流浪動物都結紮掉的話 那他其實在產生的速度上面就會減少 若想知道更多資訊 都在7月初刊的哈寵志帶寵物來去注意晚舟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歡迎收看 我們 cai那邊的訊息 還有一頻道 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 ends壹同的頻道 我們拍到什麼 我們來拍到大小鈴鐺